拜登目前为止呢 当然他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川普也说他要等到确定 确定之后两个人才要这个 真的好像看到底谁能够真正入主白宫 不过目前为止看起来 从美国的媒体上称拜登为当选人 这个准总统的趋势 好像是比较明确的 那原本因为拜登而拉台的 这些所谓的拜登概念股 其实选前就已经涨了 那选后还有空间吗 对 其实这次选前真的很好玩 你看这个川普目前是 拜登的看起来票数是有过 但是还是有加一个问号 可是你看我们直接来看拜登概念股 一般来讲拜登概念股就是 因为毕竟川普之前他是比较 不是说他反这个所谓的环保 而是他可能觉得说 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做就好 不一定要去加入什么团体 或者是配合什么这样的动作 而且你在产业上面要发展上 有时候跟环保要同时去兼顾 有点难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拜登单选 是不是像太阳能 风电 电动车 甚至生计 当然这些我都是从 所谓坊间上面去整理出来说 大家比较觉得拜登概念股有哪一些 那我就先看太阳能 我发现这指数虽然创历史新高 可是我带来这个表格 这个选完之后太阳能股票 只有一档 就是算在里面有涨的 就是其实冠青刚有提到 跟金元相关 中美金 他也不能算纯的 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概念股 其他你看太阳能概念股 只有一个 这个万绿从中一点红 所以该不会真的利多实现了吧 我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戴大哥讲 好像拜登好像还不是真的当选 有可能会翻盘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说实在话 我自己在分析我都觉得蛮好笑 因为人家问我说 你觉得美国总统大学学完会怎么样 选完然后结果我一讲说 可能会回笑 才讲完而已 第二天就创历史新高 我都不太敢再去找那个朋友了 对但是你会发现说 可是他好像庆祝的 跟这个历史新高 好像不是相关的产业 因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好不好 因为拜登 除非说大家不认同 太阳能是拜登概念股 可是相对来讲 好像又是 那我们再来看风力发电好了 你会发现风电股也几乎 就像小绿讲 好像利多出境那种感觉 再看下一个 几乎没有什么是上涨的 只有几个属于 我觉得像这种是属于说 它是钢购建造 或者是投资相关 它不是纯 单纯就是我做风电 像中钢购 可能我是做钢购 新光钢购 可能是做所谓水下建材 等等这些东西 那你会发现 好像真的纯风力发电的 也是最近开始都有一些回挡的动作 但四季刚可能还好 所以上尾 你看上尾这个投控 它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跟风力发电最相关 结果反而选后 也没有明显的大涨 所以光这两个产业说实在话 我这集周报我就想说 那我是要来讲拜登概念股 好还是要来讲拜登概念股不好 还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分析 大家不要说 我觉得拜登选上了 然后就一定要买拜登概念股 倒不是这样 你看现在反而这个产业 这两个产业没有因为 拜登好像呼声比较高 或者是目前选票比较高 而出现大涨 那为什么指数会涨 所以就像刚刚大家有提到 台积电 甚至金融类股 也开始做回的动作 那这个回补上涨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看什么 电动车 电动车台湾其实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站在零组件 不过最近真的是这个特斯拉 自从在收费之后 这个带动了这个充电座 这个所谓装设的热炒 现在你如果要去找厂商装充电座 可能要排两个礼拜才排得到 前面还要先去那个 很麻烦 因为我刚好最近有这个机会 家里这个停车场想要装 就想要研究一下 了解一下什么叫电动车 为什么现在充电座这么夯 因为现在特斯拉要收费 你要先去评估 现在还要送台电 因为送台电是比较合法合理 因为我台电 然后去增设这个设备 所以你还要画图 画完图之后 可能还要再约时间装设 没有想象的这么快 不过确实 最近在跟电动装 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股价 其实都还不错 那当然电动车 我们是看这个零组件 像核大 你看这上场就都不错 表现都不错 那你说它是拜登概念股 所以上涨吗 那为什么太阳能工封电就没有 因为我觉得 反而太阳能工封电 还比较真的偏向 所谓的拜登概念股 电动车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 然后你看现在各家大厂 台湾已经好多的车厂 都有推出所谓相对的纯电 纯充电的这个电动车 所以相对来讲 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这个就是这一周的掌握 可是你看看得出来 在选前是相对真的是比较压抑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个方向 那最后一个就是生技族群 因为本波台股能够创下历史新高 也是因为这个传出 就是所谓疫情有这个药可以医治 甚至可以预防 结果整个生技族群都往上走 不过涨幅第一名是乔山 是健身 因为大家后来发现 我觉得这一波疫情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对经济没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很多前辈们 大家都讲 以前是拼财力 拼你的影响力 结果这一波疫情来 最重要的是免疫力 谁的免疫力强 谁就能够抵抗 所以你可以看到反而这个最近 这个所谓的健身事业 其实真的是蛮夯的 很多这个健身的厂都开始在设置 甚至有大的 也有小的 现在大家很流行 可能就去健身房找教练 然后带你做一些重训 做一些记忆的动作 当然疫苗这些相关也是都不错 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个生技族群 因为生技族真的抓起来一百多档 我只有抓本周比较强 然后我想来看一看 如果以拜登的角度来讲 这个拜登概念股 在生技股上面 会反应哪一些 当然我觉得最终 还是有下一个结论 我觉得太阳能跟风电 虽然现阶段好像 也比较有点利多出境的感觉 可是我认为 如果是长期长远来看看 台湾光一个风力发电 就带动蛮多的产业 那太阳能更不用讲 今年冒敌真的是涨翻 所以是不是这一波 如果真的有所回挡之后 我们可以找一些 具有基本面 本应比比较低的 或者是投信 比较相对站在买方的个股 等一下来做观察 来做一个参考表 好 我们先请海威回座 刚才讲到了 我们要先把产业趋势 先确立出来 然后再来缩小范围选股 我们又请戴总 来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现在时序 也进入了11月中 即将面临到年底 这样的情形 那当然大家就在看 明年谁能够高成长 谁能够高配股 要为明年布局 开始做准备了 完全正确 因为再过两天 大家看到 前三季的财报都会出来 那么我们过去这三季 公司获利不错 而且往年配股配息都会比较多 最终股价在相对低档的 好股票 我们来布局的话 我觉得这个胜算比较大 如果说已经涨一大段的 去追高去买的话 老实说 我去买的话 我会怕怕 而且本益比很高的一些电子股 那种总是会 一有风吹倒 草动会杀下来 好 这边介绍两档 就是前三季财报不错 股价在低档 而且公司到年底明年 大家都会讲配息多少 这公司它都会高配息的 好 第一档我们来看 那个3040元的远见 它前三季赚了5.72元 比去年同期1.05元 增加了445% 增加了四倍之多 那它为什么赚那么多 它前十月 处分了转投资 它是热印的大股东 处分了热印的2100张的股票 获利2亿多 那么它除了获利之外 它本身在大陆的北京跟上海 都有大楼 每个月收租金 收1000多万 都是它固定的收入来源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就是说 它这个财务结构非常好 自由资本率93% 流动比692% 速动比652% 你看去年它赚了1.36元 就配1.5块钱 还多拿出来配 公司现金很多 那今年我估计至少大概有6到7块钱的 这个EPS表现 所以如果算说 以第三季它赚5.72元来配5块钱的话 它殖利率就高达13%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股价是高还是低 我们看一下日K线 3040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股价没有 还是做 我们稍微放大一些 做两个月的大底 所以它这个怎么讲呢 只可以 而且做一个 两三个月的这个头肩底 逢低可以注意 这一家很好的股票 那可以做明年高配息做准备 另外一档呢 也是这个第三季财报出来之后 看到这个润泰新 润泰新本身这两年 竟然都非常多 它第三季呢 前三季EPS 7.7块钱 它主要获利来源 大部分都还是 它所推出去的建案 大家画面上面看到 润泰都是豪宅 润泰敦风 还有这个 这是今年的 它另外持有润泰全股票 11.63% 南山人寿股票 26.6% 那么账面利益 目前先赚进来 账面利益的话 到第三季 7.7块钱 那我稍微估计的话 大概今年保守估计 大概可以赚到 8块钱 9块钱 但它不会全部拿来配息 不会像刚刚讲的 远见配那么多 它大概每年配一半 8 9块钱配一半的话 配4块钱的话 配4块钱 以目前它股价大概 这个40出头的话 但本益比就10% 这也是够诱人 那我们来看 它明年有两个大案子 推出来 润泰峰会 这在哪里 老实讲 我不晓得 都是在北部 北部的豪宅 还有松涛花 那后年有润泰顶峰 这四个大案子 明后年就有300亿元的完工入账 那我们看看 它这个股价是在高点还是低点 9945大家看到没有 也是做了两个月的 两个月的大底部 这个是我觉得 如果有耐心 你要像政府持股的话 布局半年 五个月半年以上 这种有耐心布局的 高配息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将来胜算都很大 这是润泰星的部分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除了高配息 除了低基期之外 还有哪些产业 真的有强劲的爆发力 可以供未来一周 选股的方向参考 我们稍后追踪 heraus透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打赏支持ас睡的 从ven言 Gulfady 明天 明天